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看过目录的操作 对不对 咱回顾一下 目录的操作都有哪些 创建 然后删除 移动 复制 对吧 对于这些文件也有这样的操作 文件是不是也需要复制 文件也可以创建 对不对 文件也删除 对不对 然后文件也可以移动之类的 是不是这也都有操作 对不对 另外文件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什么呢 文件可以读文件中的内容 而目录的是便利目录下的子文件 对不对 文件是读文件中的内容 这点是和目录有些区别的 对吧 然后文件内容还可以写进去 是不是还有这样操作 对不对 对于文件来说 比如目录 一般只能操作本地的目录 对吧 而文件我们可以读远程的文件 本地文件可以读远程文件也可以读 比如说我们做采集 就把别的页面的内容给装过来 然后把里边我们需要的内容给挑出来 这就是采集 对吧 也叫做小偷程序 对吧 咱们对文件的基本操作 跟目录差不多 咱们就稍稍来简单操作一下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创建文件 我们使用的函数是什么 TOUCH 看到这个了吗 设定文件的访问和修改时间 直接写个文件名就可以创建一个空的文件 对吧 当然这个比较简单 创建一个空文件 直接写 TOUCH 底边 比如说我在当前目录下创建一个 封点TNT的一个文件 只要我一发信 往COS 下面比如说 tans.pnb 当然我没写提示 我们看目录下没有 是不是有个封点TNT 0字点的一个文件 对吧 其他的参数大家想用的话 比如时间之类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些例子 对不对就可以 除了有创建文件 咱们可不可以干嘛 先复制一下 可不可以复制文件 可以吧 可以吧 直接用什么COPY 怎么学过的 是不是就可以复制文件 比如说把当前面 封点TNT 换成 妹子 点TNT 等文件 可不可以啊 这块就是什么 复制 对 复制的 复制文件 来我们再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现在复制了一块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文件 可以重命名呢 可不可以啊 咱们也学过用什么 rename 对不对 re 什么 name 都非常简单 直接错文件名字写了 比如说把 妹子 点TNT 的文件 换成 正好写错了 换成妹子 点TNT 对不对 原来 这文件 字母是E 对不对 咱们写错了 现在把它改成I 小心一下 看 是不是就改过来了 嗯 那除了 咱们有 什么 复制重命名 这也叫移动 对不对 嗯 移动 或 重新 命名 一个文件 那还有什么呀 对 有没有删除文件 有吧 删除 一个文件 其实咱前面也用过 什么呀 和他总结一下 什么 啊 嗯 对吧 然后我们这里边 直接写文件名 如果有侮辱的话 就写侮辱文件名 妹 点TNT 来 我们删除一下 核心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删除了 啊 那除了我们这块 可以什么 这些基本操作之外 如果文件中有内容 我们还可以截取 这个文件内容 比如说 在这个文件里边 文件内容 比如说我截取一部分 这里边 看 看 保存一下 这文件现在是764KB 对不对 是这么多 我们能不能截取这文件 可以 但截取文件 需要打开文件 指针 而我前面操作这一文件 是不需要打开这个指针的 那我先打开一个FP 等于File Fopen 打开文件 妹 这个删掉了 对不对 封 点TNT 对不对 然后 后边这个咱们我会重点的脚 读动模式打开 嗯 然后呢 嗯 你写这个模式 有没有没有打开 打开吧 然后 我使用 找一下函数 使用 使用 什么呢 嗯 不是 也不是 截取 截取 那个词 T-R-U-N-C-T 什么叫 T-R-U-N-C-E T-R-U-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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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课咱们主要讲的内容 所以大家先了解一下 你看 加上这函数 这块指定 不是穿一个念名就行 必须打开 把这文件打开 然后咱们才能把内容解决掉 对不对 对内容就操作 解决上比如说100KB 我写了100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再到这个目楼下看一下 找以逐动模式打开的问题 你写的模式打开 刷新一下 看 变成了100 里边内容是不是就简短了 对不对 变成100个字节了 就是里边有一百个字符 所以它标志的是一配定 听到吧 就是把你自己的课说 是不是就截取成我们指定的长度了 这是截取一个文件 除了文件这些基本操作之外 跟目录都很相似 只是目录没有截取 对不对 对吧 其他咱们都实现了 对吧 最主要的是对文件内容的操作 对文件内容的操作 对吧 对文件内容的操作 咱们最主要的是 在怎么的 如果对文件内容整体的操作 咱们有几个函数 非常简单实用的 非常简单实用的 一个是从文件内容读内容 用file 盖上 从文件读内容 只要传一个文件名就可以 对吧 这是一个函数 还有 还有 我文件里写 只要写上一个文件名和要写的字符就可以写进去 文件不存在 它会自动 旁边 比如说 现在这个目录下 咱们目录下 你看 有妹子这个文件吗 没有吧 所以呢 我先往里边写点内容 你看 这里边 妹子这个文件.txt 写什么内容了 写 写 妹子 今年 18 过了一年 19了 对不对 你不一直说是吧 你看 写的内容 这文件现在存在吗 不存在 对不对 不存在 但是呢 我往里写内容 它会创建这文件 并写内容 看这 是不是有了这个 妹子 我们打开内容 妹子 今年18 是不是 那如果我再写一次呢 你看 妹子今年19 对吧 然后 小妹子 今天事 我就把字符变一下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写了一遍又写一遍 是不是在这文件存在的情况下 那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小心一下 我们打开看一下 对它不是最佳的形式 最佳的形式 这种做不了 只能对整体内容 重新全部写入 对吧 是用这种方式 你要用最佳的话 咱们就得用另外一种 一种方法 但是这个函数 咱们大部分对文件 都整内容 整写 整取 整个文件的 整写 整取 那用这个方法 是比较合适的 那读文件呢 也非常的容易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文件内容读出来 直接 i call file put 虚文 t nts 这话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 写一个什么呢 妹子 tfd 就能把整个文件内容都读出来 然后我们输出 错了 你盖 好 我们运行一下 是不是 小妹子今年是纽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这两个函数非常用 它不仅能对本地文件进行读 但是远程文件 远程文件也可以读 但是不能写 为什么不能写 因为比如说你防百度的网站 你如果能写的话 那就把它网站给改了 那多危险 对不对 你没有写的权限 但远程文件 既然操作系统能读 只要有读的权限 我们用程序 也都可以读 只要写对地址就可以了 比如说 一个file 下号信 get 下号信 cnts 读取什么 比如说我去读百度的内容 http 冒号 3w. 百度点看 看到了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看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是不是出现了百度的点 对不对 因为我把百度的内容都读过来了 对不对 我把百度的内容都读过来 我把它页面下载过来 写到本地文件怎么办呢 你看 file hut 三小线 cnts 我们写到百度点 t 然后我们过来 因为百度文件比较小 所以比较快 对 好 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有百度点电 一共是52k 对不对 对 这就是百度的原代码 看到了吗 是不是就把内容卷读过来 然后也写到我们文件里去了 这样的读写 是不是对文件内容操作 非常的方便 对吧 还有我们就整读整写的 比如说我想把百度内容直接输出 对不对 全部内容直接输出 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有个read file 读文件 里边写哪个文件名 去把哪个文件直接读进来 并直接输出 不用加f了 但是你想写那里去写进去 对不对 比如说我输出 本地的远程都可以 3w.2.2 百度点上 好 我们小心一下 你看我的语名是这个 对不对 但是出来的是不是摆住的页面 对吧 这个文件就是对整个里边的文件 直接读 并直接选择 这是远程文件的一个访问方式 对不对 除了这个我们还可以怎么办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 我们还有这个函数 拜 里边 可以写任何一个文件 本地的远程也都行 比如说我把面积的文件稍微修改一下 是不是这么多行 对不对 它是这个函数 比如说 导致的 他会把整个文件 每一行作为一个数组的元素 放到数组里边去 对吧 所以我们这块 前边加一个 到了数组 AR 那有多少行数组的个数 就是多少 比如说我输出西游原计 到了 AR 看一下 数组的个数多少 一共有25号 对不对 我想输出第三个行怎么办 30号怎么办 输出到了 一共25号 你输出30号有点多了 对不对 比如说第二十二十行 对吧 这是二十一行 下注从零开始 对不对 每一行都放在这书桌里边 只能内容一样 所以输出的内容 和显示的都是 都是什么 对 这不都是这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一些文件的基本操作 首先大家要知道对于文件的复制 对不对 粘贴或者是移动 从并明白创建 对不对 还有对文件内容的一些基本操作 咱们介绍这些 那下一开始 咱们对文件内容一些详细的操作 比如说 咱们读文件的时候 还有文件索 多人访问的时候 充足怎么办 正常的介绍 文件中 我只取里边一部分字符 怎么办 对不对 我对文件最佳望一些怎么办 这些都是细节 对不对 然后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去读 一行一行去读 这些我们都要有办法去读 对吧 那就是对文件操作的一些细节 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 对吧 但是有些基本操作 也能用户一些开发的 但是细节操作都明白了之后 你什么样的文件操作 你都可以实现 好 这一刻咱们就就到这里 暂时咱们继续操作文件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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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